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着喝 水 水 什么 水 水 来 水 我要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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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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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原来他是这样的人 我之前真没看出来 就是啊 这才叫本事呢 我们该不会改口叫老板娘了吧 不会吧 我们的帅总裁 竟然就这样被拿下了 可真厉害啊 就是 小萌 你怎么来了 这是真的吗 为什么不说话 我不知道说什么 是什么时候的事 小萌 不 这里是公司 我不想在这儿谈论这件事情 而且这件事也和你无关 我就不该来找你了 阿妍 小萌 小萌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被别人看到 还传了出去 是有人翻拍我的手机 昨晚到底发生什么了 昨晚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只是拍了照片而已 但是我绝对不会把它发出去的 周总你知道 我一直喜欢你 所以我心 明信 别说了 我会立刻删除 手机和公司里的照片 让员工停止一轮 让影响不再扩大 周总 你刚跟小萌没有解释 会不会让他误会 我们真的有什么 我不会再追求照片的事情 你也不必担心小萌会不会误会 这是我的问题 我自己会解决 现在最关键的 是解决体育场项目的问题 我希望你能做好你的本职工作 其他的事情 不必理会 明白了 周总 楼下突然冲出来一帮人 和抗议的名工打起来了 什么 蒋泽和小萌进医院了 你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果是什么吗 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小萌 我和孙灵溪她 你还好意思在小萌面前提孙灵溪 小萌你没事吧 不用你管 你还是去找孙姐姐吧 小萌她说的没错 要不是蒋泽 恐怕现在躺在病床上的人就是我了 小萌 我们出去说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呀 周远赵有你这样的吗 站着小萌 还勾搭孙灵溪 这算怎么回事 蒋泽 不知道的事情不要乱说 小萌 我 小萌她不想搭理你 你就别再烦她了 你 你 小萌 我希望你能听我跟你解释 我不听 你离我远一点 小萌 我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清楚吗 花姐 叶阿姨她怎么了 什么 什么 好 我马上回去 我瞒她怎么了 她的状态不是太好 你是不是给她喝错药了 我给她打听到了一个不恼的偏方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花姐已经叫了救护车了 你快回去看看吧 人去哪儿了 赶快去问问 听说护士把她推到X光式检查了 早 走看看去 先走